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无缓布袋可以做那个可以做那个点小黄的那个布吗 就无缓布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是吧 好 赶紧说实力开始 师傅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地址呢 地址如果要翻译网上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要是没有网上到是不是可以进入进口呢 如果网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成功的话 如果你没有成功的话 你该到哪儿道就到哪儿道呀 一样的呀 并不是代表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去成就到地狱去了 不可能的呀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联发中的西方极乐世界边上的呀 会不会西方极乐世界会把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后面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精灵镜图就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边上的呀 很在他后面 在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后面 对对对 我上个通知天里有介绍过 不是一个通知 太多的人都看到这个 对的对的对的 那时候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有无量寿吗 就可以一直修一直修 那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时候都有 菩萨全部都去呀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对不对 比方说 有这么多的佛 就相当于有这么多的 啊这个这个比方说一个好人啊 或者一个大的一个那种 大的一种领袖啦 或者一种 嗯 这个这个 呃大人物吧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他们随便哪个国家 不是随便跑的 他们可以到各个国家去访问吧 对的对的 好了 明白了吗 你说 明白了师傅 你说你 你说比方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师 对不对啊 教授 他可以到各个国家去演讲吧 对的对的 好了 他们一会儿也可以给我们讲 对啊 当然了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明白吗 感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同修的女儿啊 八岁 他现在呢 在看那个孙宝宝的事 他都不从网上自己找了看 同修呢 就非常参与 他在想请教师傅 他应该怎样引导这个孩子吧 几岁了 那女孩子 八岁 他老是看那种 生孩子的视频 啊 知道 这小女孩 这很简单了 这很简单了 八岁的孩子 小女孩已经有思维了呀 小女孩八岁的话 说明他已经有人 边上的同学呀 已经给他灌输一种不好的思想了呀 就是说 当他产生对这方面产生兴趣了呀 所以他就想去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呀 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了 八岁的小女孩如果就想看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说以后十八岁还了的啊 明白吗 八 他应该怎样引导这个孩子 就跟他讲清楚呀 跟他讲啊 了解呀 首先 解决任何问题 首先第一步是了解 了解了之后 才能理解 理解了之后 才能去 解说 才能去化解 实际上 这个三个解就是 能够先了解 然后理解它 然后再化解它 就是这样 好的 该 开始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太太做了个梦 就是梦 自己 做走势 梦里呢 他取代 小房子 他现在就是 小时候 他因为头撞了一下 然后导致他 头后有那个 也有一个像肿瘤一样的 他这个梦里 帮我们给 来做手术 他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 做梦啊 对 做梦 您跟他扛梦 说他 读过一个医院上 有可能的 小时候 撞一下 这个是淤血呀 淤血不散 对就是淤血 淤血不散的话 从一个流呀 流就是血液 流不到的地方 才会生流的呀 明白 就是 那师傅 他针对 其实学院 律师九段小房子 他108点 领和 还有 去发生的 可以的 能过这个节吗 可以的 都可以过这个节 可以是吧 这个没问题 好的 这个只要他一直坚持 修行念经 根本没关系 最怕的就是 最怕的就是 像这种 头上已经有个流了 过去有个节了 在做那种杀业 比方说开餐馆 杀活的东西 那个很快就 这个地方就变成癌变了 好的 我让他听误一下 师傅 这边还有个老同学的问题 他请你开示一下 就是有一位老弟子 他快要往生了 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就他一心想求婚 西方极叶四季 他如果之后算不去 但是他的思维和功德 已经到了心境口 最后能否在心境境口的 连化中划生气了 师傅的很难跟这个问题 听不大清楚 你今天的电话 不是太清楚 可能情况不好 我再请讲一遍 就是因为老同修 他快要往生了 他一心想求生西方 然后如果 上西方极叶上不去 他就发现了功德 和修为和功德 到了心境境口 他能否在心境境口 连化内化 能继续来修呢 那当然可以了 到了心境境口 已经超出六道了 百分之一百的 超出六道 你在六 你就是不要说六道了 你超出六道 你在四圣道随便跑的呀 你都 你都甚至可以到天界去 都没关系的呀 对的 这是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境界 他不会再去追寻 那些过去的事情了呀 对不对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在没到城里之前 你想象着我到城里 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等到你真的到了城里 你就不会去玩了呀 对不对 玩一次最多的 比方说 哎呀 我去玩城里个迪士尼 你住在城里 你怎么会去玩呢 你就是因为在农村 你叫我一去 一定要去玩一个迪士尼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那师傅 还有个问题是说 他想问就 如果在心境境口 还能继续到 西方迪士尼 这两个车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吗 师傅 什么 就他在心境境口 继续修能继续到 西方迪士尼 都可以的呀 随便去的呀 又不要移民的了 在天上你想去 就过去了呀 哦 明白了 就是你到了天上 你有这个境界了呀 你想到哪里就哪里了呀 没有任何束缚的呀 所以为什么叫极乐了 极乐就是已经快乐的了 你想干嘛就干嘛 好吧 师傅 他现在就是一个 念阿尼伯伯 有时候他一念了 就会有人干扰他 那就是还是不行呀 有人干扰他 说明他自己的业障 还是很重啊 没修好呀 哦 就一念中 他会觉得有东西的干扰 对呀 有东西干扰他 说明他根本到不了 西方极乐世界呀 叫他好好的改了呀 明白吗 哦 他这个九十多岁老人家 他也很努力的 小黄这已经给他 送了两千多张了 他还有其他方面 就是就是要好好当心呀 就是要当心呀 啊 境界是吧 对呀 境界不到位呀 你有什么办法 哦 好吗 那如果今天信号不好 我就不问了 今天我们几个时间在一起 给叔叔说两句话 好 感恩师傅 师傅 我都爱你 好 师傅 我都爱你 祝你快乐 谢谢 谢谢 大顺利 我们都爱你 师傅 谢谢 师傅 我们都爱你 谢谢 祝你快乐 祝你快乐 谢谢 感恩感恩 感恩师傅 你保重心理 我们爱你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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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好 哈喽 你好 谢谢 是 讲吧 请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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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有个梦幸 想请师傅 帮我们 帮我们 解采一下 师傅 嗯 请讲 第一个梦幸 是 我在经常就看到 好像不是在海上 会有两只 身里面有一只 鳄鱼 还有一只鲨鱼 还有一只 大乌龟 又看到 两只小孩子 在那边 游泳车里面玩水 其中一个在游泳车里面 突然间 鳄鱼就 把 冲向那个 小孩子 好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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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鱼就 也是 由我来 撞到那只鳄鱼 就 刚好 那个小孩子 就爬上来 就 没有事了 嗯 我一下子就看到 那只大的舞会 从水里游泳来 就 往面 走向我 前面 就跟我讲 他要去投胎了 人画面又展现出一个女 一个女人的脸 给我看 大概当时 我 三十岁左右 请这个解梦一下 嗯 像这个 就是他自己也有点护法神的呀 明白吗 就是有护法神 哦 有护法神 嗯 好 好 好 再来还有一个梦境 是不是啊 就梦境我的 在我的肚体有 啊 有一条好像 虫 啊 是一个 那种 很肮脏的 一条小条 好像小虫的感觉 但是这个虫啊 是一个 一个 怎样 讲 就是很肮脏的 一个 对我说 但还有 我是一 也是一条条 原在肚体那边又 多一点出来 我想 把它拉出来 又怕动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身上有毛病了 肠胃里 都长东西了 哦 另外就是讲 一个已经在我手上了 在梦境在手上 不好 一条条 不好 一条条 就是肠 原肚体还有多一条 肠子 好像已经不来了 嗯 要当心的 要当心的 长东西的 哇 这样子 嗯 你 你必须如理如法 哦 这样子 哦 要 要念礼佛吗 是不是 你记住了 任何人的身体 某一个部位非常疼痛 实际上已经是 魂波已经落到下面去惩罚了 哦 这样子 哦 嗯 明白了吗 好 好 那我要怎样说 是不是 嗯 那我是要怎样说呢 就是念礼佛呀 然后多做善事呀 多做善事 好好好 然后我们就是要改变 要种善奉行 要每做一件事情 要跟菩萨多讲 嗯 好的 观世音菩萨 我今天做某件事情啊 请观世音菩萨 帮我消除业障 就这样 嗯 好吗 好的 师傅啊 请师傅 可以感应一下吗 因为我们从两个国业 先就讲 一直把师傅的图层 但是就没有机会 打通 是说想 师傅感应一下我儿子 因为他最近有去 不会讲的 不能讲的 因为 你还得 你还得打电话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 我教你怎么念经就好了 哦 对他的 他的身体的胃 好像不太舒服 有些看中医 就看了医生 好了 这样这种事情嘛 就好好 第一 从医学上讲 肠胃不舒服的话 就是 免疫系统出现问题 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话 就是睡眠不好 听得懂吗 情绪不好 感情不好 都会造成免疫系统不好 就是肠胃会吃不下 睡不着 听得懂了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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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确定 是不是都会有问题 就是说 好像呼吸 但有点不太 不太顺 这样 叫他去查了 身体上要查 然后呢 自己看看 有没有做噩梦 做噩梦有灵性 那么就要烧小房子 如果你保险一点 给家里烧21张小房子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然后吃香沙养胃丸 香沙养胃丸 有 好吧 要叫他吃的 不吃不行的 好了 好吧 是不是可以 大家可以 慢慢感应一下 不感应的 今天今天不好 什么 他感应我 我儿子的念经的 质量好不好 他有在念经 不好 念经质量不太多 他自己念得太快 太快 好吧 明白明白 要认真的 不认真的话 菩萨 忽把城都在啊 好的 屠上三次有神灵啊 讨一讨不过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就这样 就是想想反馈一下 就是 新加坡 现在有这个疫情的关系 也感恩 共修主佛堂 刚才人就排过佛法堂 给我们每个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都一起共修 因为 我就是 第一次参加 就很罚喜 就有一个梦 梦境 就说 我太太 消了一篮子的夜 说你太太 消了一篮子的夜了 你看看 多厉害 对 很罚喜 新加坡很快 新加坡现在很快 对 很感恩 很感恩 子侣们 很用心 对啊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做得不好的话 天上护法群 都会惩罚的 对 没罢了吗 天第二次参加 又轮到我 梦到我 就是好像 唱了一整排的衣服 唱到很整齐 一整排挂在墙上 是啊 就是这样 要当心的 很感恩 很感恩 然后就用了 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你记住了 师父讲出来的话 你好好听着就可以了 听得懂吗 嗯嗯 要好好 要懂啊 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师父都看得到的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感恩 感恩你 感恩你 然后我想把手机 递给同学 让他去问几个问题 感恩您 感恩您 嗯 喂师父你好 嗯 嗯 哎师父 我今天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人在这个境界提升的时候 人会不会感觉到特别累呢 泪呢 有两种感觉 一种是心泪 一种是体泪 对不对啊 如果你身体泪 那就不一定是这样 如果你心觉得泪 说明你没提升啊 如果你要是提升的话 心会不累的呀 今天你还心泪的话 说明你还没有提升啊 傻姑娘 哦 那并且提升 应该感到发喜 对不对 对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本来一件事情 你一直很烦恼 想不通 但是突然之间 你想通了 你就不会去为这件事情难过了 你是不是人开心啊 对 怎么会有压力啊 压力就是说 你还没想通才有压力 压力没了 想通了 对不对啊 世界上很多事情 今天有明天没有 明天没有 以后还会有 对不对啊 跟人的感情一样 不是说 最近一段时间没了 就是永远没有了 人跟人的感情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些夫妻 好好和和啦 为什么有些 单位里 过一段时间 他解聘你了 过一段时间 又把你要回去了 嗯 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们说一个境界的提升 你想通了 你什么都万事皆通 想不通 万事皆不通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便携式的小佛台 有一个同修 他就把那个佛台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 像一个小手提箱一样 然后里面还装了那个小的LED的灯 他想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那随便了 不要太怪怪就好了 听得懂吗 好的 你装一个 听得懂 你装一个灯 让人家感觉怪怪的 这就就不好了呀 对不对啊 嗯 他这个还挺 还挺 就是还挺发喜的 看着他能随身携带 然后想 哦 那就可以 如果如果发喜就可以 如果看得怪怪的 很圣人的 那已经有问题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然后还有一位同修 他是送完小房子之后 全身没有力气 然后没有静 说话都喘不过气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两种 背叶啊 傻姑娘 对对对 他有帮很多人年金 年金嘛背叶啊 背叶嘛 帮人家背了嘛 就背不动了 背不动嘛 浑身无力啊 这个师父经常做的事情啊 师父帮很多人背叶的呀 很多人过一个节了 实际上师父等于 帮他一起过节呀 明白吗 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辛苦了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理解别人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对 嗯 好的 那就叫他最近 加强自己的小房子 还有别人的话 先放一房 这样可以吗 当然了 自度度人 你今天看见 人家掉在水里了 你游泳都不会游 你下去 你不被他弄死的 对对 师父说的对 嗯 好 感恩师父 然后有一个梦境是 同修的先生 梦到和一伙人 走到一个山崖 然后看到有半战干湿 然后感觉那个干湿 好像是自己 他就觉得不能把那个干湿就放在那里 就找了一个火架 把那个干湿烧了 然后就埋了 之后他在梦里很害怕 笑不出声 跑不动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个干湿后来烧了是吧 他觉得那个干湿是自己 他就觉得不能把那个干湿放在那边亮着 他就把那个烧了 对 然后他在梦里很害怕 哎呦 那就麻烦了 他身上的 这个是就是他身上的鬼呀 他身上的 鬼 附在他身上的灵性呀 灵性跑了大会好的呀 有些人 鬼上升了就是发疯呀 发疯之后 就是恢复正常了 实际上就是灵性走掉了呀 那他之前就为他先生许愿了念诵一百多张小房子过节 还没有念完 那想请问这个梦的话 他这个一百多张还够吗 还需要许愿多少呢 要的呀 许愿多少 你就叫他如果念完之后还有这种感觉继续念 就等于你吃饭没吃饱 你当然继续吃了 对不对了 好的好的 你吃药 身体没好 你继续吃呀 吃到身体好为止呀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今天问题就是这样 但我们这里有几位同修 想一起祝师傅父亲节快乐可以吗 可以啊 你等我一下啊 师傅 师傅 祝父亲节快乐 谢谢谢谢 要做好孩子 听得懂吗 师傅不容易 师傅不容易 好吗 大点手 你说是 感恩 哎呦 爷爷被你吓到了 嗯 爷爷被他吓到了 声音这么大 哈哈哈哈 好吧 乖一点了孩子们 师傅你辛苦了 感恩你 去婚桌保重 你记住了 师傅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的 明白吗 只是有的时候 有的有的有的时候不能不能不能 呃有的时候这个缘分还是有问题 那么继续我们的佛缘 那以后一定会在天上见的 明白了吗 嗯 人间天上都可以见的 好吧 嗯 明白 啊 谢谢师傅 师傅再见 再见 再见 嗯 拜拜 嗯 喂你好 喂 听不听得到吗 听得到 讲吧 哎 听得到 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 刚同修说了 呃 问几个问题 讲吧 呃 同修和老公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夫妻之事了 嗯 也吃素好几年了 可是他不敢许愿清修 因为和老公经常吵架 呃 他老公是不休的 总是呃都是很过分 请问和老公吵架的人可以许愿清修吗 跟老公吵架的人许愿清修是可以 但是呢 如果他这个婚姻还要保持下去 他也不是说想做尼姑 那你万一他老公以后提这种方面的要求 他怎么办 这是对他的家庭可能会制造造成一定的困扰 明白了吗 至少说让他跟他老公两个人有个啊 心理默契吧 明白了吗 否则以后 否则以后有些男人 呃这是如果他得不到一些夫妻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会发疯啊 砸家具啊 这种事情过去都有过 所以大家还是要实实在在 有这个条件就许愿清修 没这个条件就先不要许愿清修 明白了吗 乖 请问师傅给油灯添油的方式有讲究吗 是直接倒进去呢 还是像有的人倒酒那样 一边倒一边顺时针的转 我可以告诉我告诉你 倒油的方法没有什么变化 最主要是你倒油之前心里的祷告 就是心里的默念是很重要的 听得懂吗 只要你 只要你 来师傅 再开始下一个问题 师傅最近在解答来信疑惑中开始 为亡人念小房子 最好要讲个人的业障 个人背这句话 为亡人的业障 业障比较重的话是背不起的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量 要先保护自己才能救助众生 请问会不会有的亡人听了之后不高兴 然后呢就搞事情 我告诉你 像这个情况 你用不着讲了这么难听的呀 鬼是很小气的呀 谁叫小气鬼呀 因为有时候亡人真的会不开心的呀 你这么讲嘛就好了 今天某某某 我给你念多少张小房子 希望你一切都好 从这个能量方面来讲嘛就好了嘛 你就用不着讲 他的业障他自己背 他自己是会背的 因为你就给他念这一点 听不懂啊 喂 喂 你比方说 给自己的妖精者念小房子 可否求菩萨让妖精者的业障自己背呢 最好不要讲啊 你就说我某某某今天给妖精者 多少多少张小房子 听得懂吗 然后就好了呀 你念完了就不要再去讲了 你为什么跟人家作冤了 你就等于你 我一定要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不让师父讲 师父也要跟你讲 他不让我讲 师父听不到您说话 对不起师父 请您原谅 我现在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吗 听不到 哎呀可怜的 我听不太清楚 过世的老人 房子过多少年就不属于阴宅了 一般的过世的老人 只要有新的人住进去 他就一般的住 住进去三年之后就不属于阴宅了 我指的是我指的是最好有新的人搬进去 或者你家里冻过 比方说油漆过了 家具换过了 就不属于阴宅了 嗯 好了 好的 如果老人过世后 把旧房子拆了 重新建新房 这样的房子还属于阴宅呢 阴宅们肯定阴宅 只是对外讲起来属于阳宅 就是说 拆过之后 把它的结构改变之后 你在多年一天 小房子应该就比较 应该就离开阴了 就比较阳气了 同修的父亲在家里抽烟 同修可以在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上新香 烧小房子吗 可以的呀 可以的呀 没问题的 喂 咱师傅下一个问题 请问红木沙发的靠背上 上面有雕刻 符字 或者铜钱的图案 请问可以用吗 可以 好的 下一个问题 感恩师傅 请问厨房的灶台 用大理石 一般用哪种颜色的比较好 淡的 淡颜色的比较好 生的颜色绝对不好 灶头一定要用淡颜色的 最好是那种奶黄色的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的妈妈得了癌症 也化疗了 现在呢 也许愿吃全素了 鸡蛋也许愿不吃了 现在身体特别特别的瘦弱 请师傅 慈悲开示一下 应该吃一些什么东西来补充营养 首先你要叫他吃 啊 软磷子 一定要吃软磷子 听得懂吗 软磷子是补充大脑 最好的一个 啊 因为 它里面这个软磷子 能够帮助大脑恢复记忆 帮助大脑血液循环 啊 帮助大脑再生细胞 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要叫他吃 好的 啊 吃那个螺旋枣 因为螺旋枣一片里面有很多蔬菜 的那个营养成分 啊 那比他 比他吃很多还要好 还有吗 就是 可以吃一些 啊 这个健康的一些 啊 那个 milk skin milk 就是那种 没有脂肪的那种 啊 那种牛奶 啊 那种那个奶粉 要叫他吃的 奶粉实际上 对自己的 身体的那种啊 脂肪啊 还有那种细胞源呢 都有帮助的 好的 明白了 好 下一个问题 感恩师傅 啊 梦中考公共关系 代表什么 什么 听不到 梦中考公共关系 啊 梦中 梦中考公共关系 那叫这个人 叫他注意人员呀 这还不懂啊 人员注意啊 小姑娘 嗯 哦哦 好的好的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慈悲 开始 下一个问题 请问 可以戴 黄色的帽子吗 黄色的 少戴 听得懂吗 好的 会惹事的 黄色的帽子 容易惹事 帽子 最好颜色偏深一点 独狼 天面的那天 出生的人 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在牛郎子 你出生的那一天 有什么说法吗 是吧 说对 哦对 啊 那就是 那就是告诉你了 一般的在跟天上 某一个节假日 如果有吻合的话 那还是有讲究的 第一 啊 说明他的命 比较大一点 啊 跟天上 如果某一个假 节日 在一起的话 这个人命比较大 第二 可能波折 比别人多 就这样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有很多佛友 目前都在用 清静心 菩提 三大印 等类似的名称 当网友 请问 第一个问题 若 博友本身的境界 没有达到 名称的境界 是否属于妄语 不属于 忘了这个方向 去精进努力 这不属于妄语 啊 明白了 嗯 哦哦 下一个问题是 若做事 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话 叶照会比较重 用这三个名称的话 不会的 嗯 如果你不如理 不如法 护法生也要管 你用了这个名称 护法生也管 你不用这个名称 护法生也会管 你如果用了这个名称 你做了好事 护法生也管 给你多多的保奖 明白了吗 哦哦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嗯 同修昨天喝茶的时候 发现水里有死去的小虫子 当时还有很多的茶就没舍得倒掉 只是把虫子挑出来后继续喝这个茶 但是呢晚上就做梦吃昏梦考没有过 请问和白天喝茶的事情有关系吗 百分之一百有关系的 当然了 你这个 你这个茶里边那个水它是流通的呀 它水里边的那种微分 微分子啊 微分子的水分呢 它全部都有流通的呀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不是喝 我问你 你烧一个汤 你是不是整个汤里边都有肉味啊 你烧个肉汤的话 是不是汤里都有肉味了 是的 好嘞 是的 嗯 好的感恩师傅次的家开始下一个问题 同修家有带肩顶的小房间 就是房顶的中间有一块是打开的 直接能看到天空 这间房与大房间连在一起高两米 停天的时候呢 房顶有楼上住户晒晒衣服 请问这个房间是否可以立佛台 最好不要 因为人家挂什么的都有 水滴下来 你这个就变垃圾桶了 听不懂啊 好 听得懂 好的 感恩师傅次的开始 下一个问题 在观音堂里 有的师兄修了很久 修得也很好 大家都称呼他老大大姐之类的 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他实至名归 他无所谓 他如果 功高我慢 修得不好 你们叫你们就有业障 你们助长了他的功高我慢 好的 感恩师傅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要把一个香炉从后院搬到前面的房子 要走出室外 有人说香炉不能直接对着天空 拿过去的时候一定要盖一块红布 请问有这种说法吗 师傅 那庙里香炉对着天空有不辣 天井上很多香炉对着天空有不辣 有 好了 有的 这还不懂啊 就是这样简单了 天官天神全部都能够接受到的呀 你的心香你的心意呀 菩萨都能够理解呀 错了 错哪里呀 对呀 明白了 嗯 好 感恩师傅开始 下一个问题 有个师兄今年四月份梦到自己明年二月会投胎 六月份梦到好像需要得到师傅的加持 并且要进行签约 这个具体时间呢是在十月 请问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许愿 赶快跟着师傅许愿 到十一月份是一个关节 十一月份如果没还没许愿的话 这个节可能就过不去 你问问他十一月份 十月份左右跟他的生日有关系吗 或者跟他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一个日期有关系吗 就知道了 哦哦 我到时候问一下 好 下一个问题 咱们师傅慈悲开示 同修当地的民俗是 病人临终时来月室的女性不能出现在病人的面前 不能参加出病等仪式 说是对亡人和女士本人都不是很好 请问我们修行人如何对待这个民俗 这很简单啦 因为任何的女孩子属婴的 尤其当她有正常的生理期来的时候 她婴上加婴 所以人家说这种女人的话 正好有生理期的女人的话会倒霉的 所以人家都不愿意去 实际上这就是跟人家说生孩子叫剑红一样 阴气太重 谁都看见害怕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当然师傅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同修家之前有佛台 但后来因为疫情原因 佛台撤下来了 他请问 每天还能给之前那个已经不存在的佛台上心香吗 还是给观音堂的佛台上心香更好一些 当然师傅 都可以 给自己家里如果 如果家里自己弄张照片也好啊 自己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每一次像心香的时候 把家里过去的佛台那个照片拿出来看看对对多好啊 当然给家里比较直接一点的 都好 好的 快点了啊 不能太给你太多了 人家都打不进来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佛台下面有很多层的格子 我们的经书小佛台的菩萨像 佛具香油白化佛法应该哪些放到最上层呢 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 只是如果佛像啊什么经书啊横过来就可以了 喂 好了 不能给你 不能给你问太多了 人家打不进电话了 小丫头 感恩关心 不叫感恩师傅 祝师傅 法庭安康 也快乐 他们自己的业障 几备不让 感恩 感恩师傅 向他们问好 向他们问好 OK 好 再见 喂你好 师傅好能听见吗 听见 听见 请讲 好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今天是父亲节 弟子给师傅平安 恭祝师傅 父亲节快乐 嗯 嗯 那个请问师傅 有些地方垃圾都是焚烧的 做废的小房子 被烧掉 会不会有影响 没关系的 你这小房子上面念了吗呀 没念就无所谓 嗯 念过的 但是拥有错了 所以做废了就 做废了以后最好拿碎纸机呀 有碎纸机最好 最是碎纸机 不是烧掉就比较好一点 嗯 好的 那但是不是所有同学家里边都有条件买碎纸机 那可以直接这么扔掉吗 最好嘛 最好嘛这样啦 最好嘛 扔掉就扔掉啦 有碎纸机嘛最好了 小丫头 哦 好的 好的 你们说你们家里没有米只有面 那就吃面条了 听不懂啊 啊 明白明白 好的师傅 那个师傅在 就是最新的一记白话佛法里 告诉我们 念小房子不是赶时间赶章术要用心 要用护持着佛法的用心的念才能成功 请问师傅 怎么理解念小房子要用护持着佛法的用心的念 护持着佛法 我问你念的小房子是不是佛的啦 是 里面的四种经文是不是菩萨的啦 是 你念经的时候是不是护法了要庄严不啦 是的 是 唱三歌的 你说这个叫护持不啦 你如果很庄严的 牵手牵眼 无碍大 悲心 你说哪个庄严了 明白明白 你讲话也是的 你跟领导讲话 这个我也没事 领导你不要这样好吧 领导我一定好好的 把这件事情做好 一个庄严 一个叫护持 听不懂啊 嗯明白 之前开始过 就是不要 就是在图困里边 里边讲的一些事情 念想房子不能有参恨心 是不是就念小房子 这种心态也很重要 非常感恩心 非常重要 啊等等 如果你有感恩心的话 你的小房子质量就好啊 感恩啊 菩萨能够保佑我们家里啊 感恩啊 我小房子念下去 能够超脱我们家里的 亡人啊 超脱自己的烦恼啊 业障啊 你这种感恩心加进去之后 你这个味道不要太好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烧一个菜 最后第几碟麻油 整个一盘菜都香的 啊 应该了 应该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可以开始 啊 我说你别说 因为师父经常说吃的 啊 哈哈 师父也是到处了 感恩师父 嗯 那个 师父在这集 同样还讲了一个 就是 伊古达纳比丘的故事 就是他只能熟记一首鲸语 他在果园园里讲那首鲸语 树神就会鼓掌 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了解 佛法的核心在于要亲身起政 这一集佛 白号佛法的视频名字是 忍辱是一种力量 请问这个名字跟这个故事有 有关系吗 那当然有关系了 忍辱啊 人家就说他 人家就说他你就会一首鲸语 你学什么佛啊 你能成佛吗 你说他就拼命念这首鲸语的时候 他没有忍辱心啊 有有有 人家都看不起他 说他不会念鲸语 忍辱了吧 嗯 是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开始 那个 有一个意大利普拉托观音堂的问题 他们的 你菩萨的水杯 啊 时不时的那个杯盖会响 他们坚持每周给观音堂销送小房子 但是他们不确定这个杯盖响 是菩萨来了 还是有灵性 都有可能啊 一般的 一般的跟 跟最多是护法神 不会菩萨的 哦 要么护法神 要么灵性 听不懂啊 哦 那怎么知道是护法神还是灵性呢 很难的 最好师父 你们把师父请在边上看们就好了 怎么样了 怎么样你看不懂的事情多呢 你还可以问医生呢 对不对啊 怎么样你们能够花年出来 我的那个那个细胞源里边有什么有什么的 要看显微镜的呀 小丫头 哦 对 是的 是的 他们有坚持每周给观音堂烧小房子 就是还有可能是灵性是吧 那就让他继续多烧了 有护法神 有灵性 一般的来讲 今天你感觉很舒服 阳光灿烂 如果有杯子响 那一定是护法神 如果今天昏暗要下雨了 啊 整个感觉起场不是太好 那杯子一响 那你是不是害怕了 哦 那就灵性来了呀 听不懂啊 嗯 就是大概从个外环境去判断 对啊 明白了 嗯 好的感恩师父 那个昨天新发布的这个佛子天地游记中 讲述了一个浅色成纹乌龟的因缘果报 就看了之后很震撼 请问像这样的奇异的乌龟在人间来看呢 是基因突变 那就是是不是 这种这样的基因突变都是业代引起的 是啊 缘分的缘分的都是缘分的 有的时候 是菩萨的法力无边呀 过去 我问你人间有多少法力你知道吗 菩萨过去 不知道 在很早很早以前 对不对呀 菩萨早就讲了 人可以在天上飞的 再远的路 那几分钟就到了 对不对呀 嗯 你想想看 现在人在天上是不是要飞了 是 坐飞机不叫飞呀 好了 是是 那个那个 宜山倒海 对不对呀 现在可以把海田的 可以照样造一个岛 你看看 这不是 过去我们讲的 排山倒海 这天上的东西呀 怎么到人间都可以用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就是菩萨用他的法力 让我们明白这些这个 奇异乌龟的这个因缘果报 对 那其实现在在 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些 稀有的基因突变的动物 比如白色的乌鸦 白色的袋鼠等等 像这些呢 他们的动物 他们共同特点就容易被捕食 而且寿命不长 但这种是不是都是属于 一种夜暴呢 当然夜暴了 给你投什么就是你什么夜暴呀 你比方说你在人间 你整个一辈子活得像个狗一样 对不对呀 那你下辈子投狗呀 这还不懂啊 因为你做着狗的事情啦 你这么咬人 这么说人家不好 眼高手低 看见有财有势的人 你就拍 对不对 看见穷人 你就哗哗哗叫 你下辈子投个狗啊 所以你就这点命了呀 你寿命也就这一点呢 听不懂啊 嗯 明白明白 那像这些就是 世间的奇异的动物 是不是曾经有过修行 所以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 然后变成一种特殊的物种 去惩罚他们 就是说他们都有修行是吗 要看的呀 你今天留级一生 这么就是因为你功课不好 才留级的呀 听不懂啊 你留级一生的话 你不是因为 因为功课不好 才留级的啊 嗯嗯 对不对啊 不努力 不努力的话 你肯定倒霉的 过去留级一生 留到人家 下一个班级里面 你也不会成为优秀生的 因为他在留级 就是因为从来不好好读书 他留了一级之后 他还是不好好读书呀 嗯 对对 嗯 明白 嗯 那就从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故事中啊 就是佛陀讲述的 这个因缘果报中 就是明白了这个修篇啊 不守戒律 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可怕 就是 很多人自己 我告诉你 都不知道自己修篇的 那就更可怕 你生了癌症不可怕 因为你好好的防止 就可以了 生了癌症 以为自己没生癌症 还天天说人家生癌症 最后死了 嗯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死掉了 就这么简单了 嗯嗯 对对 是的 那我们生活中 就在修行的时候 怎么去注意 就是 呃 就是自我 反省自身 有没有修篇呢 有什么样的 就是 呃 条件去反省 实善道呀 不懂啊 看看 尝看看师父自己的教导啊 师父天天在给你们 正能量的教导 白化佛法 多少急呀 对不对呀 为什么不看呢 是是 看了你不是吸收正能量了 嗯 这还要问呢 哦 你说我怎么做个好人呢 你跟好人学习呀 你怎么做个坏人呢 你跟坏人学习呀 听不懂啊 哦 明白明白 那请跟师父 好的 明白了 啊 感恩师父 师父在人间呢 也有一些基因突变的例子 比如连起因 像这连起因 它是属于什么因果呢 连起因的话 上辈子它要好 死的时候说 你死 我死 大家一起死 哦 它要好了呀 就是感情太深了 对呀 你讲讲看 你说爸爸妈妈的基因 造成连起因 有可能吗 有可能 这是物质方面的 但是你说感情上面 就是两个人 不永不分离呀 所以很多人死的时候 就说下辈子 我还要做你的妻子 永不分离 好了 要动手术才能分离呢 呵呵呵 嗯 对 但是有的动了手术 都都都马上就 死掉 就死了 还挺可怜的 没有办法 就是还债啊 还一辈子的债啊 还完了呀 下辈子 下辈子 大家没有缘分了呀 嗯嗯 明白了 好 感恩师父 师父在疫情呢 它是一种贡业 在这种贡业之下 个人业障 是不是容易爆发 因为感觉 最近身边一些同修呢 都在反馈 他们自己一些 不好的状态 比如家里打架呀 或者说身上有灵性等等 你要记住了 凡是 凡是你有病了 有不好的东西了 那么就是你的业障爆发 那你的因果报应 菩萨都说得很清楚 因果报应 对不对呀 对 好了 有因果了 有报应了 有 好了 那是不是说 在贡业的条件之下 个人业障更容易爆发 贡业的条件之下 个人的业障更容易爆发 这是对的 对 对 被贡业影响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 本来这个地方污染了 身体好的人 他不得病 身体不好的人就得病了 那么你本来身体不好 是不是你的 本来你的自身的业障了 那么贡业来的时候 人家不得病 你得病了 是不是你被贡业所染了 对 是的 是的 好了 嗯 明白了 好 感恩师傅 那个有同 有一个同修梦见 有人跟他说 再过一个世纪之后 空气中会有一半都是黑气 人心越来越饿 天灾也越来越多 修行的环境比较恶劣 同修心里想这个是 这一世如果不修出六道 以后各方面更加恶劣 非常的可怕 听闻师傅这是真的吗 就以后的这种大环境是非常 不知道我也不会去讲以后 哦对 师傅这个人从来不讲以后的 我现在叫你们先修修好就好了 管管你们现在先修好 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也是根据你们 要知未来国 现在做的事 就是以后再环境不好 你好好修菩萨照样照住你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明白明白 最近菩萨和师傅一直在开始 天时不多了 时间非常紧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每次抓紧每分每秒去修行 所以我想可能师傅菩萨 已经看见未来 但是就是一些原因 也不能去明说 也只能靠大家去悟了 但悟着自己要好好去精进 不能浪费时间了 我只能笑笑 好的 好的 当然师傅 那个师傅物有承住坏空的这个阶段 现在是不是属于这个住的这个阶段 正在往坏的这个阶段过渡呢 因为现在看见天灾人会的非常多 我问你现在坏了不了 现在真的是感觉世界是在 这个世界现在是不是很多异常情况 是不是这个世界 大家砍伐生灵 又不植树造灵 大家人跟人之间 恶欲我诈 你争我斗 你死我活 对不对啊 你看看 现在恶气相加 所以每个 每个邻居啊 每个家庭啊 都是这样 连老婆 都拥不得老公 老公都拥不得老婆 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是不是人的心情坏了 是不是社会风气坏了 是是 好了 就这样 好的 感恩师父 那个师父有一个 普贤菩萨的开示 已经经过 发过秘书处境 师父验证 然后可以思想跟大家 是关于读诵白话佛法的 内容如下 无乃普贤菩萨 佛子们可知 白话里面的智慧 无法可说 需要佛子们用心体会 切不可随便读读就算了 要把白话佛法 用在生活当中 可帮助佛子们 消除很多灾难和关节 有智慧的去处理人间之事 境界提高 根基不同 乃提升境界不同 佛子们把你师父 在白话里面的开示 去用在生活中 也属于在情愿 白话之奥秘 望佛子们去好好体会 可正得无伤正等正觉之境 佛子们可知 天上的菩萨们 也在看白话 祝佛子们好好看白话 我普贤菩萨 也会加持祝佛子 师父在邮件回复如下 菩萨兼须慈悲 理解别人 看白话佛法 并要应用于实际生活 行愿 好感恩师父读完了 嗯 很好 要乖一点啊 真的 要做菩萨的好孩子啊 在末法时期啊 天象不定啊 你看看很多人 在马路上走走 就被压死了 有的人在马路边上走走一阵狂风 下面的花瓶掉下来把头砸死了 对不对啊 有的人吃点中毒的东西死了 到医院里送到医院里死了 一切一切生死无常啊 所以大家只有靠菩萨好好保佑啊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那个师父最后一个关于这口业的问题 就最近听师父的头端节目 几乎每一期都会讲到打电话的所有的口业 是不是口业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 是啊 口业当然每个人都有啊 谁没口业啊 对不对啊 讲错话谁没有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说谁没讲错话过啊 没有的 嗯 师父也讲错话 对不对啊 改了没就好了嘛 有时候跟你们孩子严厉一点 可能有些话就并不太适合啊 讲孩子 那这个这个严厉一点 这个这个不太适合 那下次不不这么讲就好了吗 改呀 要面子 要面子还会改的啊 只有把自己的面子拉下来 对不对啊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 三人之中必有我师 好好的谦虚 去除功高我慢 你才能达到菩萨的另外一个高境界 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的 感谢师父 那个师父人在儿童的时期呢 会有掉牙的情况 这种掉牙是不是属于人身受暴的一种形式呢 就像女性有生理系一样 它是不是一种受暴的形式吗 不是 它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呀 一个人只要掉牙 实际上就叫换牙 不叫掉牙 换牙呀 换牙对对对 换牙嘛 实际上就是一种生理期呀 一样的呀 就跟女人 你女人你总归有生理期 你男人 他会有老年更年期的呀 对不对呀 哦 对对 男人的老年更年期 跟女人老年更年期都有 实际上都有 实际上都有 其实人只是一种看不见的啊 更年期和一种看得见的更年期 他就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呀 对不对呀 你说一个男人在每个月当中 他有情绪最坏的一天呢 你说一个男人虽然没有生理期 但是男人每个月他都会有一个一天到三四天 情绪特别糟糕 实际上就是生理期呀 男人都有的啊 都不懂啊 就是就是憋着火没地方发呀 就这种感觉 想跟人家吵架呀 一蹦就跳 一样跟女人一样啊 听得懂吗 因为你是高级动物啊 你肯定会有生理期的 你早上情绪跟晚上情绪都不一样的呀 你不懂啊 明白 那你现在生理期要念这个网声咒 那这个男性他感觉就是这段时间心情不好 也需要念吗 也要念的呀 他们不懂啊 他们又不问 我又不会讲 你说就看一个人 这个男人经常会讲的 哎呦这两天错火了 那么三四天了 天天倒霉 喝凉水都发割牙 然后就是骂呀 讲啊 骂呀 讲啊 跟老婆在家里吵啊 要么找孩子发泄呀 这就是男人的生理期呀 还有么在生理上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暴躁 干火旺 尤其是在自己稍微有一点点不满意的情况下 马上就爆炸 就像导火索一点就着 这就是男性的生理期的呀 你要说还有一种么 就是自己在家里走来走去 生理上是走来走去 然后要出去跑 走路 还有么就憋得慌 感觉到憋得慌 实际上就是生理期呀 这还不懂啊 所以人家过去说男人没有更年纪 男人有更年纪的 全有的 哪有没有 开玩笑了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你刚好今天是父亲节 师傅可不可以给心灵法门的男同修开始一下 就是在修行上应该怎么更高更好的去修 还父亲节呢 父亲节好好的做个父亲 很多人 连人都做不下还做父亲 嗯 听不懂啊 哦 明白 啊 明白 就是父亲是要为人致富 你要有责任心 你就像师傅把你们当孩子 我要有责任心不了 嗯 看你们修不好 看你们一个个往下掉 师傅急不了 急 好了 急了么就要 急了么就是要拼命的拼命的管你们的 越管就是越严格 越严格越对你们好 你们如果是父亲的话就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对不对啊 父亲节 父亲节是责任节 我告诉你 没有责任的父亲 怎么叫父亲啊 就就就就就自己生孩子就不管的 你还叫父亲了 一个动物一样的 生完孩子跑了 连爸爸都找不到 嗯 狮子王里面不就是啊 搞什么东西啊 人要有责任心的呀 师傅讲对不对啊 对 对对对 好了 对 师傅就是我们的表率 嗯 给很多师兄都做一个表率 对呀 感恩师傅 师傅太慈悲了 真的要感恩人家 真的要 有的时候对人家的一种责任心 就是你一种慈悲心呀 你不管他了 你就没有责任心 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呀 听得懂吗 嗯嗯 好了 嗯明白 好的 师傅那个 我最近在上火 就是舌根到还有舌 左边的牙床 左耳喉咙左边都在痛 说上火 我是不是有口业呀 肯定的 一有口业 二次穿心脸 赶快 嗯 再吃 然后昨天扑通通 您说一位 观音堂值班的师兄 他被护法神记得几笔 然后听完我也怕了 因为我也在观音堂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也会不会说被记录了一些造业的行为 肯定会的 我在 百分之一百造业 造业的机缘很很重的 你就是说怕没有办法 你只有自己改呀 念礼佛呀 让护法神相信你 你会改变的 听不懂吗 嗯嗯 好了 我许愿了 好的 感恩师傅 即便开始 光祝师傅 恩师师傅 卢俊宏台长 法体安康 常住在世 感恩师傅 给我们任务 续无声般的关怀 感恩师傅 一直对我们 尊尊教导 耐心指引 给我们无限慈悲的爱 感恩师傅 感恩慈悲的台长父亲 嗯 师傅保重 师傅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好 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